而延续小过年的元宵节热闹气氛 花莲县市公所推出了造型可爱的龙灯笼 将在2月22号的上班时间 在市公所提供民众免费索取 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而市长魏嘉燕表示 这个星期六日下午三点过后 在花莲圆摆广场有元宵节市集活动 也欢迎民众一起来闹元宵 今年是龙年 花莲市公所制作飞龙在天纸雕小提灯 2月22号起上班时间 在市公所服务台免费发送 今年是我们的金融年 那我们也是按照往常一样 在我们元宵节的前夕 在2月22号 我们会发送我们飞龙在天的一个小灯笼 那我们早上8点后 公所上班的时间 就欢迎我们所有的市民 都可以来花莲市公所做一个索取的动作 另外花莲市公所这个星期六日 在远东百货前广场举办113年元宵节龙年吉祥会登区 也有课语猜谜闯 还有彩绘灯笼 以及精彩的表演节目 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闹元宵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